原来当年不是张柏芝死都要抢儿子的抚养权,谢贤完全不给脸说谢霆锋。还要大赞张柏芝是好媳妇,好妈妈。 相信明星们的私生活一直是我们老百姓必追的消息吧? 说到娱乐圈的明星婚姻,似乎很难有从一而终的。因为他们得到的很多,那么必定相应的会失去某些东西。 谢霆锋和张柏芝当初的结合,是娱乐圈难得的金童玉女。 可是,谁叫他们身处在娱乐圈这个大掌缸呢?周围大处都是诱惑和舆论,如果当初不是陈关锡的不小心引发照片门,那么谢霆锋和张柏芝的婚姻也许会更长一些。 谢霆锋和张柏芝结婚六年,他们的婚姻也一直是备受大家关注的。 张柏芝为了谢霆锋也甘愿放弃自己的事业,更是相忌惮嫁两个儿子。 张柏芝年轻时的却疯狂过,任性过,但结婚后完全是变了样,尤其是身为人母后更是体会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 不过,即便是张柏芝心里一直有谢霆锋,但还是换来了谢霆锋的意志离婚书。 本以为张柏芝会净身出户,毕竟带入两个儿子再嫁人的话并不容易。 但是张柏芝却是态度很强硬拿下了孩子们的抚养权,当然谢霆锋也必须承担起两个儿子的生活费。 那么谢霆锋究竟有没有争取过孩子们的抚养权呢? 难道他真的对自己孩子无动于衷吗? 四哥谢霆曾在采访中一语道破了事情的原委,谢霆表示,霆锋性格比较倔,而且无所畏惧。 当然在事业上他还是很努力,而且赚的钱也多,不过他还是有点贪玩。 相反柏芝变得更为成熟,另外对于教育孩子更为主见,这么些年也证明了孩子交给他抚养是正确的。 可见他对张柏芝这个钱儿媳很满意。 谢霆锋这样的直言不讳,完全不给谢霆锋面子。 但在对待两个儿子方面,谢霆锋确实缺少了很多父爱。 原本张柏芝大客甩手而去,过回单身自由的生活。 但他却选择了一条坎坷艰辛的路,带过孩子的妈妈们应该深有体会。 当然,张柏芝这些年受过的委屈,不都是为了两个孩子吗? 这就是母爱。母爱大过天,不知各位网友是否认同呢? Youtub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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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outube